为了增添龙年的气氛 高雄凤山海洋里邀请了老师来指导社区长辈们 利用烟盒还有环保回收物制作了龙年的造型玩偶 不但套在手掌上是逗趣可爱 还能拿来当作朗塞的一个道具 长辈做的用心也玩得很开心 还有助于推动环保的理念 将龙头玩偶套在手掌上 凤山区海洋里的社区长辈跟着音乐开心律动 但仔细看看这些龙头玩偶都是利用废弃烟壳 或是环保回收物品在老师指导之下 由长辈亲自组装完成 为的就是要迎接农年到来 让社区充满过年的喜气 不要得那个香烟盒里都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它分解掉就把它剪开 然后利用这个它里面可以用的道具的东西都把它做成 像这个把它里面的一些剪起来可以做一个眼睛 做起来还蛮可爱Q版 好Q哦 今年刚才两年 刚才好好的老师来跟我们做这个龙头 有得好好的 就适合这个 没怎么说 过年 喜气洋洋 刚才做龙头 刚才做龙头 很漂亮 大家很出品 推动社区活动向来用心 海洋里里长蔡秋宝希望借由课程 让长辈首脑并用增进身心健康 不仅感受到农年的过年气氛 对社区环保观念的推动也有帮助 环保在利用用这种没有爱的风格 下去做一个龙的头 然后这个嘴巴还会开开 这个舌头用出来就是祥荣献锐 这些事团 因为都有好的造头跟祝福 所以每一个做这个过程 大家非常欢迎 一堂课上下来 每位长辈的手上多了龙头玩偶 开心地摆弄着 由于农年向来被国人重视 也象征诸事吉祥 里长期待 借由玩偶的制作 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农年行大运